两位市长朋友弹着钢琴 刷着吉他美妙的歌声 环绕整个会场 新北市劳工局在板桥车站 比玩大厅热闹举办身心障碍 就业促进成果展 副局长胡华泰请子颁奖表扬 今年共45家单位及人员 6家优良市长按摩院等集邮单位 我们劳工局有提供一些职业的重建服务 也提供职业再设计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有意愿的身心障碍者 能够就业 能够成为社会安定的力量 也可以让这些身心障碍者 跟社会跟职场能够共融 成果展现场还有结合静态及动态体验 包含自由服务还有VR拟针职场等 邀请民众一起来闯关支持 新北市劳工局托国多元就业资源 和企业共同打造友善职场 帮助更多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初期会先进行就是 雇主这边的开发 那确认说他们有雇佣身心障碍者的意愿 那我们会到现场去做拜访 那接着会陪同障碍者去做面试 那后续会接着进行现场辅导的部分 努力通过考试 进到工部门工作的张嘉欣 感受到单位协助带来的温暖 也鼓励身障朋友勇敢进入职场 那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帮我 就是申请了有些辅具 或者是人力协助实数的部分 就是觉得说 劳工局或者说新北市政府 在这个部分都有一直在推动 所以就是还是鼓励各种的身心障碍者 也可以就是走出来 然后到比如说 这个身心障碍的机优单位来工作 展示新北市在企业端和劳工端 各项就业促进服务与成果 持续整合身心障碍者就业资源 增进双方合作契机 更新手各界一起打造共好职场 明星文组筝业延伸 西北报导